有一个美国的青年 在12岁的那一年 他随着父亲 驾着马车 曾经到城里去 偶然看见一部 以蒸汽做动力的汽车 他觉得十分的新奇 他在心里想着 既然可以用蒸汽做动力 那么用汽油应该也可以 他要试一试 虽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 他就为自己立下了 十年内完成一辆 以汽油做动力的汽车 他告诉父亲说 爸爸 我不想留在农场里 当一辈子农民 我要当发明家 然后他离开了家乡 到工业大城市 底特律去 当一名最基本的机械学徒 逐渐他对于机械 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工作之余 他一直没有忘记他的梦想 每天劳累的 从工厂下班之后 人知之不倦地 从事他的研发工作 29岁那年 他终于成功了 在试车的大会上 有记者问他 请问你成功的要决是什么 青年人想了一下说 因为我有远大的目标 所以成功 他就是美国的汽车大王 亨利福特 成功 需要远大的目标 需要努力去实践 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有很多的梦想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因为我们没有行动去配合 所以梦想成了空想 我们很多人想一事修成 想求菩萨保佑自己 但是我们又没有好好地去 做功德 去行愿 福特 只不过有梦想 因为他的成功 加上了他的行动 并持续了17年 所以他成功了 让我们用行动 去完成我们的愿望 学博人的成功 需要离苦得乐的目标 更需要努力地去实践 福特有梦想 更有行动 他的恒星 让他用17年换来的成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